那這次80奧運上面我們都知道 中華隊員選手的表現真的是相當不錯 那這個台灣總共派出60名選手參賽 最後在16個項目裡面出戰 不過在這一次奧運結束之後 有不少選手都即將退役了 包含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余秋天后戴姿穎還有李陽郭信淳等等 那就有網友指出 這些人好像都是奪牌機率比較高的選手 那幾乎好像都要退役了 目前似乎也沒有看到新生代的運動員出來接棒 那帖文曝光之後 有很多網友感嘆 運動員的生涯非常短暫 年齡更是隱伤 謝謝大寶貝我下課了 李陽在巴黎奧運前就宣布 今年將高掛球拍 雖然包括搭檔王麒麟在內 很多人捨不得李陽 但28歲的他已經決定到大學任教 李陽未來也想參選羽球協會理事長 幫助更多選手 小黛小黛我愛你 台灣羽球一姐 戴姿穎也在奧運前宣布 將在今年退役 30歲的小黛前天在IG吐露心聲 每當看到當天關於比賽的結果 想起在場上的一切 眼淚就會不自覺的掉下來 謝謝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喜悅 一起留下遺憾難過的淚水 至於明年還打不打 戴姿穎沒有說死 我目前先把傷養好 然後準備後面的比賽這樣子 明年還沒有決定 台灣桌球教父 莊志淵 日前和愛圖 高成瑞 廣榮歸國 六度增長奧運的他將退役 持續培養後進 像這次是生產出柚子嘛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 產出一些鳳梨 蘋果這些 而舉重女神 郭姓淵 帶鄉出征 霸離奧運 勇途同牌 外界關心他的下一步 雖然教練認為他下屆奧運 再拿獎牌不是問題 但30歲的郭姓淵 現在現階段還是會先做休息 然後還有就是傷勢的這個治療 跟恢復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的比賽 我覺得就是還是看自己的身體狀態 然後再來決定這樣 38歲的網譚一姐謝淑薇 則確定告別奧運 她3日在臉書發問表示 爸爸曾經跟我說過 有很多人綁足過我們 我們也要把這份能量傳承下去 這次我也跟隨著她的小布 和曹嘉儀一起奮戰 沒有遺憾也不可惜 盡力了一切都是最好的結果 謝謝所有給予支持 幫助的球迷朋友和長輩們 沒有你們這次無法成行 再見了奧運 剛剛小夢有提到說 李楊即將要在今年退休了 沒錯 所以說呢 林楊佩在包裏奧運奪下金牌 對李楊來說 更是難忘的生日禮物 今天剛好就是李楊的生日 生日快樂耶 對那收回她好友的王麒麟呢 也在臉書放閃 祝賀說大寶貝來祝福了 王麒麟更喊話說 要李楊跟女友好好享受 第一次的出國假期 更引來千名網友狂刷 李楊生日快樂 你們真的很棒 王麒麟在粉專表示 這六年來 兩人一起經歷了所有的高低起伏 一起攜手創造了許多奇蹟 更感性直言 雖然有時我們會爭吵 偶爾還要容忍你的臉色 但是我們始終目標都一致 謝謝你 我們一起完成我們的夢想 一起兩度站上了最高的頒獎台 一起創下了許多台灣宇求的新紀錄 也隔空喊話 要李楊跟女友好好享受 第一次出國旅遊的假期 祝李楊生日快樂